中国古来就有不少移民在海外建国的传说 比如史记里说 匈奴王室是夏节儿子的后裔 姬子朝鲜王室是商朝王室后裔 而朝鲜各朝始祖都有和中原移民相关联的传说 比如王剑 李承贵等等 民间传说中 老子徐福 建文帝 甚至水浒传里的混江龙李俊 最后都去了国外 当然这些都是传说而已 但到了明清时期 就有不少华人在海外建国的 这方面有许多史料可及 梁启超曾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撰英文中 列举过八位华人国王 殖民伟人 这个组合词现在看起来有点拉眼睛 不过在梁启超那个时代 实属正常 中国移民所建的这几个国家 全都在东南亚 以今天的马来西亚诸岛为多 比如明朝永乐年间 三佛齐果 国王是广东人梁道明和陈祖义 三佛齐 唐代称 势力佛士 在今天的苏门达拉岛聚港附近 爪哇顺塔国王广东人 姓名已不可考 据名史记载 永乐九年 国王前史来中国朝贡 有人附会说是 南宋陆秀夫兵败崖山后 他的一个儿子 名叫陆自立 在爪哇复国 这就不太可信了 此外还有 昆典国王罗大 代言国王吴元胜 柔佛的夜来 婆罗国王某 仙罗国王郑信 等等 都是以武力隔去一方的华人国王 这些国王中 最厉害的 可能是乾隆年间的 仙罗国王郑信了 他父亲郑雍 是广东潮州人 仙罗就是现在的泰国 郑信 曾经击败缅甸侵略者 建立过 吞吾里王朝 人称达信大帝 是泰国人心目中的 古代五大帝王之一 郑信死后 他的女婿 雀克里发动政变 建立了曼谷王朝 一直延续到现在 是第十代泰王 雀克里不是华人 但在向清朝告赃时 自称姓郑 此后的二世王 三世王 四世王 在入供清朝的表文中 都姓郑 当时还发行过 正名通宝这样的货币 所以很多人一直以为 泰国王室姓郑 其实鸦片战争后 曼谷王朝开始怠慢清朝 到了最受爱戴的 五世王 朱拉龙宫时 国王对中国 就不再自称姓郑 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人 为每任泰王 编转中文名 就不知从何而来了 顺便说一句 泰国王室成员的名字 与中文无关 却有非常浓厚的印度风格 跟一般泰人不一样 泰王还自称 拉玛几世 这个拉玛就是印度史诗中的大英雄罗摩 不过总理他姓英拉 倒是秋姓华人之后 除此之外 东南亚的华人 还曾建立过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兰芳共和国 创立者是广东梅州人罗芳博 兰芳共和国 最初是一家贸易公司 后来参照西方国家 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行政 立法司法机构 改制为共和国 建国时间和美国相近 这个国家存在一百多年后 被荷兰人消灭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李视频 动力式栏目 李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